今天的游记兵对太空人之战 更是所有球迷关注的焦点之战 因为两位赛养长等级的投手 尽量要在同一个投手球上相互较劲 他们分别是40岁的Justin Verlander 另外还有39岁的Max Scherzer 这也是两位投手双双离开纽约之后 第一次在场上的交手 比赛来到第一局的上半 Hosea Tuber一开始就先被Max Scherzer的变速球给三阵出局 看起来对于游记兵队来说 一切真的很好 但是真的是如此吗 二类类包上面有打出奥连安打的Jeremy Pena 然后下一棒打着Yordan Arboros 面对Max Scherzer 94麦的速球 毫不留情一棒打成了两分打点拳打 这支拳打击球出速来到了110英里 飞行距离有424英尺 而且仰角仅仅只有20度 这是一支平射炮 但是前队友Justin Verlander 他非常懂得礼尚往来的道理 在第一局的下半 碰上游记兵队的首棒打者Marcus Simeon 同样的也是一个94英里的速球 而且这是JV这场比赛所投的第一球 立刻就被Simeon打出了一支阳春全雷打 这是Simeon本季的第21号全雷打 而且还是一支手打席全雷打 比赛进入到了第二局上半 刚刚上一归队 回到球队阵容当中没有多久的Michael Brantley 也加入了全雷打的party 他的阳春炮飞行距离仅只有357英尺 这是他本季的第二支全雷打 今年Max Scherzer平均每9局被全雷打1.71支 这已经是他生涯当中的新高了 来到了第三局的上半 雪球越滚越大 两次的四坏球保重加上一支安打 形成了太空人队的满壘 打者轮到的是前美联的MVP Jose Abreu 哎呀不得了 实在真糟糕 我的滑球被达成满关炮 哇 Abreu在这场比赛当中单场双翔炮 9局上半再添发3分炮 也使得Abreu这场比赛 一共缔造了7分打点的表现 这对太空人队来说实在是太补了 太空人队全场打出了5支的全雷打 加上JV 这场比赛7局的投球失掉2分 其中只有一分是他的择失分 当然就是Simeon他一开始的阳春全雷打 最后是以12比3打败了地主的游击兵队 游击兵队在最近的13场比赛当中 仅仅拿下了三胜 而且面对太空人队的系列赛不但被横扫 而且一共丢掉了39分 太空人队继续稳居在美联西区的龙头宝座 Houston you have no problem